好来这个印度的经济时报 登了一篇 到此刻为止呢 这个要比金牌 你不要说印度崩溃 美国也崩溃 那尤其是印度 我们已经讨论了好几天 15亿人 结果这个成绩 我们昨天不是讲北韩 北韩CP值50% 出去十几个 就拿了这个六面奖牌 那印度经济时报写了一大篇 不止这一家 好多印度媒体都在反省 跟中国搞欧欲竞争 我们印度连台面都上不了 这是为什么呢 要人有人要钱有钱不是吗 然后还开始比细节 你看到 中国1984年重返奥运 到现在40年 人家获得了303面奖牌 我们大印度 1900年就开始参赛 只获得了10枚 印度开始崩溃了 然后美国也很崩溃 美国一直在检讨 有没有 比方说华盛顿时报 我们美国在 这个奥运优势的项目 就是跳水 被中国抢走了半个世纪的辉煌 不止这一家太多了 这个板子上都放不下 一直在检讨 美国为什么会跟中国平起平坐 无法忍受 那今天我看到写奥运 写的最好的这篇 那这是大陆一位网友 他要写中美并列金牌榜第一 他从这些奖牌的数字当中 看到了全世界政治版图的折射 我觉得写的真的是写的非常好 第一个你看到美国网友 因为这个美国田径选手 不想分享 这是待会再讲 他解析这个奖牌数 他说你看到中美的金牌相加 占了总数的24% 就像是当今两强并列的国际格局 来我请制度人准备一下 这个总金牌银牌 要包括台湾跟香港 那张待会丢给我 一个是中美的金牌相加24% 这像不像是两强并列的国际格局 还有一个 我们再把银牌铜牌算上去的话 一个是126枚 一个91枚 两个加上去差距明显 这也像是两国目前经济量体的一个差距 大致上是匹配的 然后特别讲到了台湾跟香港 这位是大陆网友 他自己写 他说他看到了很多大陆网友说 没有啊 我们金牌第一啊 因为要把香港跟台湾加上去 他说我觉得大可不必 他说就是现状就是这样 他说我觉得不必 但这也显示了完成国家统一的重要性 懂吗 台湾香港是变量的奖牌数 变量的奖牌数 此刻你就要把它加上去 然后告诉大家 我中国已经第一了 他觉得不用也不现实 但是这凸显了国家统一的重要性 来我们把这个奖牌数丢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就可以看得到这个金牌 目前这个双方有没有 中美都是40面 但大陆网友都说 没有啊 你中国大陆 加上台北这两面 香港这两面 对不对 所以44面 就是第一名 但是刚刚那位网友 他说这个不现实 我们就是这样没有问题 但这凸显了统一的重要性 帅将军 对 他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不许把它算进去 将来呢 你看看统一以后 是不是全世界第一 他的意思就这个意思 至于你看那后面的银牌数 美国为什么多 就是我刚刚前面一开始讲 他很多项目是美国擅长的 就拼命加 游泳100 200 400 对不对 1500 800 他把它强项的东西去加很多 他不强项的跟你说很小 这玩假的嘛 对不对 他一看中国游泳队 突然拿了这么多 他简直不能忍受 因为以前他的霸权 现在还有传言说要取消乒乓球 对啊 他现在就要把乒乓男女双打的 就要取消 他还取消的不止 日本更那么火大了 柔道要取消 韩国的台前道要取消 棒球 垒球要取消 这是东方国家擅长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 你有这个权利 常被管辖到国际奥会去了 而且你看田径的好手 以前是美国多 现在中国也出来了 对不对 那以前举重 现在东欧 蒙古这些 都有举重好手 有网球啊 对 他把他砍掉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 一开始你就设上一个奥运里面 不公平竞争的 这个奖牌 你像他这个田径赛 他可以多了将近 48面奖牌的 就是说他强项嘛 有48个金牌可以拿 他可以拿多少呢 对不对 这个问题就是说 那你不擅长的地方 我就给你增加很多奖牌 那美国人拿嘛 游泳也是一样啊 那个飞鱼好手拿了27面金牌 结果他吃 笑传药吃了20多年 对 所以在这个政治上 大国竞争或是斗争 其实在运动场上 在奥运上尤其是如此 看输赢大家还是看金牌 那中美并列第一 美国网友现在都在骂 这位田径选手迈克尤恩 因为他其实当时 跟另外一位选手 是并列第一 但是呢就要不要再加赛呢 最后他决定要加赛 但这一赌赌输了 如果呢他当时 就是要并列第一的话 那他的金牌也是金牌啊 到现在为止 这个美国就是第一名了 所以都怪他 那另外一头 我们在这个奥运场上 我觉得也看到了一些 其实也怎么讲 也算是一个 我觉得一个温馨的镜头 当然这也反映了 中朝之间的关系 当时这位这个奥运桌球的 这个中国裁判 无非事后接受了 新华社的采访 因为主要是朝鲜北韩 那过去参加这个 国际比赛的经验比较少 所以在混双比赛的时候 赫然赛前发现 球拍不合规定 就没办法上场啊 多惨啊 因为这个球拍的规定呢 是包边啊 不能有太多的标志 只能有一个标志 比方说蝴蝶只能有一只 你要是这个麻雀也只能有一只 但他的球拍上 有非常多的蝴蝶 怎么办呢 中国裁判就建议他说 你赶快拿马克比 把它涂黑 就他真的马克比涂涂涂 涂涂涂涂涂剩下一只 就成功的 化解了这个危机 委员怎么看 奥运是类似这种规则 对谁会知道 楼道不能穿电子腕 摔脚脚力 体重不能超过一点点 对一百公克都不行 那你也不能怪奥运啦 因为反正历年来 规定就这么多 规则就是这样 然后你拳击哪些动作不能有 这个有时候就是要教练 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如果教练搞不清楚这些规定 那就很惨 现在是朝鲜的教练不懂啊 是裁判偷偷跟他讲 兄弟啊 这个涂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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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 对 你不能到时候说 被判不能比赛 你再跑去跟奥运吵也没用啊 就像那个印度那个乌龙案啊 那个印度的角力选手女生 在自己的宿舍里面秤合格啊 跑到 他说头发已经剪一半了 自己秤合格 跑到场边 因为场边秤要上场嘛 以那个为主嘛 一秤说多了一百公克 去剪头发也来不及啊 对啊 就被判出局啊 哭哭啼啼那怎么办 我们看来也很疼惜很不舍啊 可是只能怪印度做的秤子 怎么那么烂 不标准 对啊 那你怪谁啊 对啊 这个在印度新闻已经变成个笑话了 说要处罚那个印度做秤子的厂商 不过那个选手前天晚上吃了两公斤的东西 可是他只差一百公克啦 两公斤是两千公克啊 对啊我跟你讲 像全红尘的教练就盯着他 对啊 不允许的怎么可以呢 是啊 这个实在是很多的规定 但是表示一种友好啦 因为朝鲜在国际上活动不多 他的教练有时候真的不懂 因为那个规定真的密密麻麻 你不要看我 我看过那个规定 我老天哪每一项比赛规定一大堆 连那个裁判怎么打成绩规定都一对 所以为什么奥运会变成全世界大家最相信的运动 没规矩不成方圆 对对对讲得好 对对就是他虽然规定很多很繁琐 可是你一定要在这行业里面混乱时间才搞得懂啊 对不对 他每年都有颁布新的规定嘛 像比如说他下一次可能 要把全局给取消的 那取消的原因是什么 跟我们无关哦 跟我们无关哦 全局取消说 那个全总贿赂行贿 选那个全总委员行贿 那奥运抓到了 就说你不换人 全总不整批换人 那对不起啊 我下一次就不办全局比赛了 给你难看 等到你改完了以后我们再恢复 那可是如果学全局 刚好洛杉矶奥运不能比赛 我不是很吃亏 可是没办法 这个就是奥运的运作的方式 因为他是在很多的单项运动会架上来的 所以哪一项世界运动会 你怎么去挑选选手 经过哪些比赛 那你这个健不健全 要符合我的规定啊 那我们也知道全局因为看的人多 广告多 游水多 游水多的地方 毛病就多 如果像跳谁 比较单纯 一跳就知道胜败 对就知道了 拳击还有打假拳 那就麻烦了 像这个比赛大家会 谁会知道 原来logo只能有一个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他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酷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黏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过去 大概 Mohammed 我不能理解 如果您 tickets 请敌顩 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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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迪迪 旨虜呆